另外一些水泥股 水泥股要留意 其实为什么是由高位对回来 因为这个是说控制污染 以及如果大家不羡慕的话 一定会记得是说限电的一个因素 限电的不用玩了 这个限电令到你所有的一些工业生产 其实它都相对上的股价是受压下来的 无论你做钢材也好 你做水泥股也好 其实在一出现说要限电 那时候全部就已经散光了 现在叫做低位准固 长一点 今天来说有点向上的一个表现 水泥股 但要留意 其实它都未走回一个uptrain 我觉得水泥股来说 是可以放在monitor list那里 就是监察名单那里 大家可以先监察住 又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看 但是就要留意 要小心一点 或者你想去买进去的话 都是要控制住码就不要太大了 比如说你这些 中格建材 3323才算 其实曾经想试过11月那些高位 那就破过下去 但是它也咬不着在顶上 因为你那个大市 其实就 由高位回原回来 但是你计算今天升幅 其实也不差的 它也有整个5% 那个升幅的表现在那里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短期去留意 以这个类型的股份的话 后面再进去的时候 你要看一看 它失败之前的 比较重要一点的位置 比如说中国建材 先说它失败905或者9元的话 我也是会建议 今天冲了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超前基建 是有机会炒下去的 就是水泥相关股的话 也要去换一个位置 去做一个防守的 货益三浦 中国建材 有看着 我觉得 看着905或者9元这些水平 如果失败的话 都应该要暂时就撤退 请不吝点赞订阅